好继续看到总统蔡英文先往台水公司 来听取0403台水救灾抢救赴水工作 除了肯定台水公司在最短的时间赴源供水 那么针对县长徐政卫提出的组合污灾后 赴源特别条例协助灾民 蔡英文表示会责成行政院来处理 灾后第八天花莲县灾赴工程持续推进 现在徐政卫理委夫婚企陈寅十二陪同总统蔡英文 视察台水救灾抢救赴水工作 现在徐政卫表示中央政府共同协助 解决灾后修缮以及重建过程 可以遇到各种挑战 饭店一个房间两个房间 这个真的是非常走出气 所以以现在来说我们也全力在做盘点 盘点哪一些是需要组合物的 所以在这里还是跟总统报告 组合物的部分还是真的要去推动 还是要全力来协助组合物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从六个月住到 甚至三年重建 整个建筑拆掉重建的部分 那当然刚才讲的有很多的重建的方案 我想这个刚才讲的非常的清楚 这我们也都了解 那92亿的时候或者是发发风灾的时候 都有重建条例 那是不是说 因为其实在这个04、03之后 有相当多的工作 但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或许刚才说从正灾机进来 但是如果说有重建条例的话 其实在这里专款专用 那不会压缩到比方说我们要观光振兴 会压缩到观光署或者其他工部门的 这个今年的预算 明年的预算 那这样子对其他现实也不好意思 所以是不是有重建条例的部分 让这个预算怎么慌下来 让这个专款来专用来对于04、03这一次的 无论是这个房屋修缮或者是其他的产业重建 光光的重建 这一些的重建 都在重建条例里面去把它弥裂 我们在现在做的就是 我们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判定出来 那所有可以到位的资源 我们也都把它判定出来 那然后我们再来判断 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个需要一个重建条例的必要 那在过去的几次大型的政灾里面 有时候是有特别条例 重建条例 有时候是没有这个重建条例 那主要的还是看我们资源调度使用的效率 跟我们在资源的配置上面的这个需求 是不是在现行的法律的结构 跟我们所有在调度的过程中 有一个特别条例的需求 这个我们请行政员 在我们所有盘查之后 我们再来决定说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这个特别的条例 现在许中也回顾1071年0206地震 他表示与时任县长复宽期 积极配合中央政府指示 当时习政院秘书长以及其他中央政府代表来到花莲 第一时间召开会议 讨论如何协助各项产业重建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